2024年,世界女排联赛注定成为一场备受瞩目的盛事。 分战赛的举办地点已确定,将分别在香港和澳门展开激烈角逐。 在分战赛的背后,总决赛的举办地问题也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。 最初计划在中国举办,但如今,泰国或将成为潜在的替代选项,为整个联赛增添了一抹未知的神秘感。 中国女排,作为传统的女排豪强,也在这次联赛中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。 人才流失,老将较多,年轻球员崭露头角不足,年龄结构不合理, 以及在体能和速度方面存在不足等问题,都让球队陷入了一片危机之中。 那么,面对如此多的压力,中国女排又将如何崛起,迎接这场世界级的女排盛失呢? 首先,分战赛的举办地点,选择在香港和澳门,无疑为比赛注入了新的元素。 这两个地方地理优势明显,既能吸引国内球迷,也能为外国球队提供一个独特而具有挑战性的竞技场。 这也给各支球队带来了适应新环境的艰辛。 球队需要在陌生的场地上迅速适应,提高整体竞技水平,这或许也是一种全新的机遇。 值得关注的是,总决赛的举办地尚未最终确定,最初计划在中国举办,但如今,泰国浮出水面,成为潜在的替代。 这种变化是否能为联赛注入新的活力,亦或是面临更多的困扰,都成为球迷和专业人士关心的焦点。 泰国的文化、氛围和场馆设施是否能够媲美中国,这将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。 回到中国女排,球队在这一时刻,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,人才流失问题,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女排的一大难题。 如何培养和留住年轻有为的球员,成为了教练组亟待解决的难题。 此外,老将球员占据主力阵容,虽然经验丰富,但也难免面临体能和速度上的瓶颈。 如何平衡年轻与老将之间的关系,是摆在教练组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。 球队年龄结构的不合理,也是一个急需调整的问题。 过多的老将和缺乏展露头角的年轻球员,使得球队整体竞争力受到了一定的制约。 在这方面,教练组需要深入思考,如何更好地引入新鲜血液,让年轻球员在比赛中展露头角,为球队的未来奠定基础。 在体能和速度方面存在不足,也是当前中国女排急需解决的问题。 随着女排比赛愈发激烈和高强度,球员的身体素质愈发凸显出其重要性。 中国女排需要通过科学训练和合理的战术调整,提高整体队伍的体能水平,以更好地适应激烈的比赛强度。 中国女排在2024年世界女排联赛中,面临着多重的挑战,但也蕴藏着巨大的机遇。 中国女排需要紧密团结,紧抓机遇,全力以赴应对各项挑战,为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绝伦的女排盛宴。 让我们拭目以待。